我從小開始做演員 我家裡有二十多人做過這個行業 很多崗位都有 由製作者、翻譯、製片的演員 我媽媽還教過很多演員的 Mandarin教他們國語 我的哥哥他們幾歲就開始拍戲 我小時候比較少 四歲拍過一部 十歲我都做過男主角 我真正入這行 讀完中行就入這行 當時來說很自然 因為太多人做這個行業 我想由演員轉到幕後 最主要原因是自己的興趣 你都看到很多演員都沒有興趣做導演 香港電影工業比較特別 你由演員轉去做導演 或者由武術指導 很多崗位都轉去做導演 我猜最主要是一個興趣 我自己發覺最主要的目的去做創作 就是在你寫劇本的過程裏面 你先滿足自己 以及最主要就是 娛樂事業裏面 我做幕後 我可以控制到我的主導權 我去創作一部東西出來 劇本的文字變成一個畫面 演員相對來說比較被動 你會坐在那裡等機會 我想我自己比較喜歡掌握自己的生命 我自己做演員的時候 那時候流行武俠片 武俠片的世界完全是假的 完全是假的 他所有電影裏面的人 他不需要有生活的 你看中國的幕後 他不需要吃飯的 當他睡覺的時候 就有個刺客來殺他 因為變成太不真實了 我想我自己喜歡寫實片的題材 原因就是 我想找回真正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那些我反映是我最有興趣的 對香港大部份的導演 譬如說他想將電影當作創作 他重視這件事的導演 其實每個人遇到困難度很大 我相信不管是美國或者法國 都是一樣的 我們也很清楚 如果你要生存 你要拍所謂主流的電影 在商業上有成績的話 也知道有一個方針是怎樣 但我覺得 每個人自己去選擇 我覺得 我想 你自己做到你自己想做的事 他中間的困難雖然很痛苦 但是我有時候覺得 你如果痛苦一點的話 你出來的成績好 可能你更加開心 如果你只是賺到錢 而出來的電影是很平凡的話 到時可能你會有另外的痛苦 我想每個人自己去選擇 和希望 會鬆在市場 他們一定會有一次 最好的 你還給我